台中殺戮這名外送員 日前是因為酒駕被逮 所以車牌被警方給掉扣 但是他為了繼續要送外送賺錢 所以偷別人的車牌 掛在自己的機車上面外送 民眾發現了自己的車牌 不見之後報警處理 最後這名偷車牌的外送員 被逮了 外送員警抓著外送背包 在社區裡狂奔 警方緊追在後要追捕外送員 雙方追逐了大約100公尺 人警成功將外送員壓制逮捕 原來這名外送員 竊取別人的車牌 掛在自己機車上 還囂張的到處外送 這名外送員 因為酒駕被警方抓到 車牌被吊扣 為了想要繼續外送來賺錢 所以才會動了歪腦筋 偷取別人的車牌 自己使用 事發就在台中殺戮的 這個社區停車區 現場停放一台 沒有車牌的機車 上面就放著外送背包 42歲的無姓嫌犯 因為酒駕被扣牌 意想天開 究竟偷了其他機車車牌 掛在自己車上 出門外送 8日晚上10點 偷走車牌 一小時後 外送完返回時 正好被貨報到場的警方看到 當場是逮隔正著 本分級貨報後 敢底現場查處 23時許 正巧無難 送完外送 騎車經過 警方發現外送車牌 悬掛失竊的車牌 立即補江無銜 逮捕壓制並查扣車牌 對啊 要相處 自己買的 就是買起來 就等於你自己的 無心嫌犯逃避警方追捕時 不忘要緊抓著外送背包 因為一個大約八百至一千人不等 得自己掏腰包買 這次為了外送 觸犯了切刀罪 也涉及無罩駕駛 當天外送賺取的費用 可能都不夠罰款 得不償失 記者林永勝 吃品華台中報導